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湯姊來介紹美食 今天要介紹是高雄美食 我們歡迎六位明星幫我們介紹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我們有些人是家裡有長輩 或者親戚在高雄 有的人是本人在高雄 有的人是台北人 可是喜歡去高雄吃東西 高雄人是誰啊 我算半個 妳媽媽在高雄 然後Ben是高雄人 我是在高雄長大的 真的啊 從國小一直讀到國二 才去題外念書 今天六位明星要推薦美食 我們就被我們的專家評鑑一下 我們今天邀請的是大廚師柯俊年 歡迎 柯老大 柯老大如果是高雄的美食 在台灣的整個看起來 它是有什麼地方上的特色嗎 我跟你講 高雄很多 都是跟魚貨有關 海鮮嗎 高雄很多很多 不管是夜市美食 你剛剛講六合夜市 我第一個印象 就是想說那個 烤烏魚箭 烏魚箭 對... 對... 咬到牙齒都酸掉那個 但是很香喔 而且今天還有一位 有推薦那個奇筋的海產 奇筋是一定要去的吧 奇筋是炸的東西比較新鮮嘛 奇筋很好吃喔 奇筋的海產真的真的太好 太好吃太新鮮了 而且它的一般... 因為我們在台北市的熱炒 熱炒一百那一種 可能就是一盤就小小盤這樣 可是奇筋的熱炒一百 是那種... 那種... 而且它要剉冰也很大碗 對... 好大碗喔 新鮮的水果 而且我覺得奇筋那個地方 很有味道 就是去了那邊的時候 有很多人在放風箏 然後穿的顏色感覺 而且還有三輪車 是 很適合帶小孩去玩 是一個情調很不一樣的地方 不住在高雄呢 你們如果想吃高雄的美食 今天明星們的推薦 包括可以從網路上面訂購的 就好像黃鐙輝家 是有固定訂一個... 它是一個Allland是我老婆 因為我老婆是高雄妹 然後我那個奇媽到現在 也是住高雄的 它那個Allland真的是很特別 我從來沒有吃過那種 因為一般Allland可能就是 遠遠的 長長的 或者是扁的那種 它是長得像是 頭跟尾是尖尖的 然後中間比較胖 然後裡面會有肌肉 有時候是花枝 還有不同的料 然後我從來沒有吃過那麼好吃 然後它只要你跟它訂購 它會寄過來 冷凍寄過來 你只要把它就是拿去油炸煎一煎 就很好吃了 煎得有點酥脆酥脆這樣子 所以就其實訂就很方便喔 對... 我們看到你前面放的當中 我想溫度重要 炒飯應該比較重要吧 炒飯很重要的嘛 炒飯是我介紹的 好 所以我們先從炒飯開始 好的 我就這樣問 好 妳的推薦是因為... 因為呢 其實呢 在台北有個非常有名的就是 也是柯老道帶我去吃 就是烏魚子炒飯 我已經覺得很奢華了 就是人家用烏魚子來炒飯 可是我自從到高雄吃到海膽炒飯之後 我就瘋掉 海膽炒飯 這像你給人家炒飯嗎 難怪吃啊 對啊 它連連的是因為海膽的關係 對 它有點濕濕 是因為海膽的關係 而且因為現在已經冷掉 其實你熱熱瘦瘦 你整個到嘴巴裡頭 你是覺得大海在你的嘴巴裡頭 每個飯粒就像媽媽包圍著你這樣 都是海膽的汁在包圍著 他們先吃啊 對 你會覺得 現在有點冷了 非常好吃 可是熱的時候更好吃 好特別喔 我沒有... 而且我跟你說這間喔 就是還會用海膽去煎蛋 我吃到海膽的味道了 對 很濃耶 對 有點像起司的味道 而且這間是吳念珍的最愛 就吳蛇啊 每次我們到中南部去巡迴的時候 到高雄大家都滿心期待 因為吳蛇會在第一天演完之後 就帶所有劇團的朋友 就把那一家店包下來 這是炒飯嗎 還是會飯 其實我覺得現在... 有點像燉飯啊 對 有點像燉飯 它濕濕的 為什麼我沒有 抱歉... 這間的沒有啊 你們吃很多的不要再吃啊 吃一下嘛 吃一下 其實現場吃更好吃 現場吃它其實那個肉還... 飯還是鬆鬆的 可是那個海膽是會包在外面 所以他說是你... 你帶他去吃的嗎 烏魚子炒飯 不是 他去吃烏魚子炒飯 這個老闆啊 他是澎湖人 所以他其實會有很多 高雄的海產之外 還有很多澎湖的海鮮也會來 其實澎湖你可以常常吃到 就是海膽去煎蛋 就是一盤炒雞蛋 就四顆雞蛋 他放進去的海膽會嚇一跳 我跟你講大概七、八顆海膽 就丟進去 如果在日本料理店吃就很貴 現在日本料理店的話 如果說你要吃純日本 是挑小的 那才是日本貨 有些人去挑很大很大的海膽 那是加拿大的 不一樣 那麼 中心裡推薦這家 在高雄是叫什麼 這間店嗎 它叫海味 海邊的味道 海味嘛 而且其實它真的像中 我知道我吃過跟老闆娘很熟 Yuli姐嘛 對 連高雄老闆都下不了手啊 對嘛 有一次吃一吃 美鳳姐還坐旁邊耶 對... 常常去吃啦 美鳳姐也很愛 妹姐也很愛 對 出外景啊什麼 所以妳有介紹過他們家美食嗎 沒有 還沒有介紹過啦 高雄民眾對妳的反應怎麼樣 反應是非常好啊 惡劣掌聲啊 換聲雷動啊 高雄仍認識妳喔 認識我啊 稍微有一點知名度 對 你雖然可以發問嗎 可以發問啊 我先講一下今天的問題呢 不一定好笑 可是它具有教育的意義啦 先消毒是不是 對 先打預防風啊 細心有點不足啊 請問一下高雄市的四花是什麼 A 湯蘭花 B 雪蘭花 C 木棉花 妳這不是逼我們嗎 C嗎 D 陳菊花 哪一種花 那就是木棉花 木棉花沒有錯 這是高雄的四花 因為它的資幹 高俊而雄偉 象徵港都人的熱情與豪邁 好...介紹得很好 是... 好 謝謝 所以請問周欣明 除了炒飯之外 還推薦的是哪 還推薦了一個澎湖小館 它比較不會有溫度上面的一個問題 這個是因為那個... 對 因為老闆他是澎湖人 所以他其實很多生鮮啊 海產會從澎湖來 然後他這個很堅持 就是他一定要跟著他的墨汁 裡頭的墨汁套出來 跟他一起 他就是墨魚嘛 其實澎湖... 澎湖最有名就是它的小館 是這麼長 我們叫脆館 脆館 脆館就是它一調上來以後 就是煮飯熟 就是丟到熱水馬上拿起來 然後一拍一打這樣吃 好鮮喔 鮮 所以吃得出那個墨的味道嗎 脆得出來啊 OK 那會覺得要攪很久嗎 不用耶 其實還好 它嘴巴會黑而已 是脆的嗎 是脆的喔 對 嘴巴會黑 等一下要漱口 高宇貞跟高雄美食的關係是... 妳好重要 這也不是一個... 這不是一個問題啦 是妳的問題啊 可能有一點問題啊 因為我認識的朋友 很多都是高雄人 OK 然後很喜歡去高雄市 他最近有交往一個很厲害的男朋友耶 妳知道嗎 前面的那個也還滿厲害的 前面的哪一個 演員嘛 是不是 他是吃炒飯啊 等一下 前面那個是演員 然後現在這個是歌手對不對 我只知道歌手演員是誰 新聞很大啊 我沒看 是趙先生嗎 他是在那邊那個拍戲啊 你說趙宿海嗎 是趙宿海啊 你是不是啊 對 反正以前的朋友 在那邊那個拍戲 然後... 在高雄拍戲嘛 另外妳講他現任男友是... 現任沒有男友 JJ... J... 傳下去 你們的那個無聲子音 我都聽到了耶 然後我們尾巴也有get到 我好像都聽到了啦 OK... 你們聽得OK喔 這邊OK 訊號還不錯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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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耶 因為你在拍戲 所以現在還沒分手吧 我們...我們從頭到尾都是... 只是朋友 所以他有... 對 他有跟你一對一出去約過嗎 沒有耶 沒有 那都是幾個人出去 就是大家... 因為也沒有太常 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啊 因為工作都忙嘛 你們有約去他家玩過嗎 沒有耶 沒有 個人沒有啊 那為什麼慶宮殿 你可以坐在他旁邊 那個包廂裡面 我就跟他比較熟而已 所以你跟他兩個去參加陌生人的聚會 也不是... 你只認識他一個人 因為... 是他帶你去的吧 對啊 不然怎麼會去陌生人的聚會 裡面都是那個工作人員比較多 KTV的工作人員 裡面都是他的工作人員 然後他竟然大方的帶你去 等於說他想要介紹你 你給他的工作人員認識 也不是吧 應該是說代表... 助理姓 對... 這兩個都什麼都敢 還敢大家一起出去啊 這話擋不了我們了 就真的是朋友啊 所以如果真的交往啊 你應該也是高興的吧 不一定耶 如果真的只是朋友 你敢在他面前吃墨魚麵嗎 敢啊 你敢... 敢啊 所以我們下次約他來 然後你在他面前吃墨魚麵 怎麼這麼壞的畫面 好壞 好壞的畫面 絕對這位也會很不理解 這個樣子在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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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蕙蛇 超豪賣肯雞腿 抗用淒利香瞬間若驕 這間藏在六合夜市裡面的烤肉店 真的真的很好 這是你說的烤肉飯嗎 他是專門賣烤肉的 他的口肌腿超正 這可以塞人家巴掌耶 對... 這個是... 這個是... 然後... 好貧喔 好貧喔 你拿那次害我覺得我很娘 高宇珍 妳今天要介紹的 高雄美食是... 先介紹那個... 林俊傑 什麼啊 他是... 先介紹那個三明治 三明治啊 對 不是 它這是炭烤的不一樣 炭烤這個 不一樣 三明治裡面有夾是肉排對不對 里肌肉 很好吃 是走甜的路線嗎 甜的路線 然後里肌肉非常好嚼 它不是那種早餐肉 不是 而且它的那個吐司 是用炭火烤的 這是特色 它不是用那種烤麵包吃 現在還有點酥酥的 好吃 好幸福... 怎麼一吃就覺得 好像在高雄的感覺 對 超好吃的 有甜甜的味道 真的可以吃得到 它那個木炭烤麵包的那個香味 有點焦香的味道 所以是林俊傑帶妳去吃了嗎 是 是我自己去吃的 妳自己去吃的 妳有推薦這個三明治 給林俊傑吃嗎 沒有耶 沒有推薦過耶 為什麼不 所以妳探望她的時候 都帶什麼去給她吃 我沒有去探望她 什麼啊 你為什麼高興成這樣 好吃啊 吃到好吃的東西都開心 所以這個三明治在高雄的哪裡 好開心 在那個光華夜市裡面 三明治之外 你還要推薦什麼 拿吃的東西出來擋嘛 推薦JJ的最新專輯 我的天婦 天婦羅 天婦羅啊 這一位也有問題啊 當然啦 每一位都有安排問題 不會是跟林俊傑有關的問題吧 剛好不是啦 所以請你放心 也是跟高雄有關啊 請問一下 中華職棒裡面呢 哪一個隊伍 它主要是在高雄 哪一支隊伍 A 火箭隊 B 陽機隊 C 智慧隊 D 異大犀牛 異大犀牛吧 異大犀牛好像滿明顯 你這棒棒是 我們最高低的人是不是 不是 有些人 他沒有在關心中華職棒 我們要提醒大家 要支持這個棒球運動 所以答案是 D 異大犀牛 沒錯 就是異大犀牛 不要懷疑 可以吃... 關東煮啦 是關東煮嗎 關東煮 裡面有天婦羅嘛 天婦羅 它是日文的漢字 天婦羅 油炸物都叫天婦羅 然後油炸物的東西 放到湯裡面煮就是關東煮 可是關東煮有時候 也不煮油炸的東西吧 油炸跟非油炸都有 都叫關東煮 對...那一鍋裡面就叫關東煮 可是天婦羅是指油炸的 那個類別 對 油炸物就是天婦羅 裡面感覺是泡泡耶 泡泡 所以說是有空心的洞的感覺 是不是 有 有 所以這個 這個是任何一家都有的嗎 還是... 沒有... 應該這家應該不便宜吧 因為我看他用的東西都... 它全部都是日本進口的食材 會...會不會太鹹 真的很好吃 就是真的很滿就對了 一整包明太子的啊 他就是給...真的很愛吃明太子的 應該有調一些東西吧 如果全部明太子的話 不會很鹹... 你們有蘸旁邊那個橘醬嗎 沒有耶 那要蘸 應該蘸一下 那個醬很好吃 魚豆腐很特別 你們可以試試看 有吃了 對 我覺得魚豆腐很好吃 你不知道裡面會化掉還是... 有點像泡泡糖 那個...那個綿綿糖那樣子 對 有一種糖果是進去 就這樣空掉 對... 而且它那個OLED裡面 它那個OLED裡面你吃得到 裡面居然有塞蛋白在裡面 好妙喔 那個口感 很辣是不是 所以它這個比方剛講的 在網路上訂的那個 是不一樣的東西 不一樣 這個比較神奇 我剛才吃太多那個芥末了 它那個豆腐一含進去 感覺好像吃到奶泡 但是有彈性的奶泡 對 很神奇 超好吃的 對 而且我覺得這個豆腐會搞不清楚 就自己的舌頭或豆腐 因為其實感覺很像 會咬到舌頭啦 感覺 對啦 妳很浮誇耶 妳還要自己吃一點嗎 好啊 好好吃喔 但是魚豆腐的啦 你最想吃什麼 我最想吃魚豆腐啦 謝謝 我的口水 怎麼樣 是不是 新的詞 我要新的詞 吃起來那口感 有一點像那個棉花糖有沒有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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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就一定要講沒有嗎 沒有啊 不是棉花糖 因為棉花糖裡面是扎實的 對 它其實是滿扎實的啊 它裡面是鬆的 是空調 比較像蛋白泡泡一樣 比較鬆的棉花糖啦 妳為了魚豆腐跟我們頂嘴就對了 好 也沒有啦 也沒有啦 所以... 所以妳覺得剛剛那樣一包裡面 包的那個明太子會很貴是不是 這應該不便宜 因為它裡面有干貝絲 有蟹絲 有明太子 有... 還有其他的一些魚漿 這類的東西嘛 所以這一家應該是一個 偏高級的餐廳吧 對 所以我剛剛看的就是 這一道 而且裡面還有一道厲害 叫手語明太子 裡面也是灌明太子在裡面 也是塞滿明太子嗎 它也是塞滿明太子 它叫手語 就是雞翅膀的意思 比較好聽啦 這個是老闆 他自己去日本吃 然後回來自己研發的 裡面都是明太子 你會不會說那種種啊 怎麼會那麼營養的感覺 對啊 它會營養的 你給老闆就這樣嗎 塞很滿 塞很滿 所以就來自同一家店 同一家店 OK 好 哪一位要試 要啊 這一定要試的啊 對啊 很滿耶 而且它是用烤的感覺 愛吃明太子的人 應該會覺得很貴耶 我覺得很漂亮 好多明太子喔 好好吃喔 你感覺像那隻跳料桃 因為明太子到底都... 對 為什麼這個老闆 那麼愛塞明太子在別人身體 他跟雪魚有仇嗎 不 而且他的明太子 他並不是那麼鹹的 對 不鹹的 他不會那麼鹹 他塞超多耶 天啊 他比較短短的事 好像是讓人家煮 你學起來有一種樂趣 鼻鼻鼻肉醬汁滿滿 好滿喔 他那醬汁好香喔 因為其實台北是吃得到 很滿 塞油飯的那種 可是三明太太第一次吃得到 所以這是等於是一家 有創意的 就是是很地道的 就很道地的日本口味的一家餐廳 好像今天有人是抱著擔憂說 如果在康熙推薦了 下次去就排隊排太多的 是可以幫助你追到你太太的店嗎 對 因為那間... 這一間藏在六回夜市裡面的烤肉店 真的...很好吃 這是你說的烤肉飯嗎 不是...它是... 它是專門賣烤肉的 它有雞腿嗎 雞腿 它的烤雞腿超正的 你說你靠這個追到你太太 他在裡面怎麼吃這個 不誇張 沒有啦 在現場的時候 你可以請老闆幫你剁好這樣子 這個怎麼... 好大喔 然後這家烤肉... 這家店名叫烤肉之家 它是位於在六回夜市 這不是肉 因為這家你還沒講 它就已經很多人在排隊了 對 現在就已經很多人排隊 因為是從我... 我從小時候吃到現在 然後那個烤的味道很香 對 那個炭火的味道 謝謝啊 而且這間要一定要 這間生意超好的 直的吞下去喔 直的嗎 妳是說像吃雞腿那樣 彈進去 拉出來是骨頭 吞劍那樣子 這個很尖啊 我拿到雞腿 我拿到雞腿 但是...這個太尖啦 這沒有辦法 抱歉 抱歉 這真的是極限啊 不想哭嘛 好 你咬一口 我咬一口 你好 謝謝 妳要吃這個嗎 不是 我說這是雞腿嗎 雞腿 雞腿 這是一個被拉直的腿耶 對 然後它在烤台上面 是堆得跟一個小三一樣 真的 對 因為這樣比較好吃啊 這可以扇人家巴掌耶 對 感覺像小四的氣氧 再來... 所以... 這個是... 好豪邁喔 好豪邁喔 因為這種就是 你知道配啤酒也很好吃 對 真的很好吃 甜甜的很好吃 好豪邁喔 你拿那個吃害我覺得我很娘啊 沒錯 也是它的烤肉 完全就是不會很油膩的感覺 因為它之前已經先烤過一遍了 所以請問 是高雄的烤肉攤 喜歡擺出豪氣的派頭是不是 就是它前面就這樣 堆著一大堆嗎 應該是那一家的特色啦 OK 可是這間真的太有名了 像我們每次來點這間的時候 我不要吃雞腿狗 我要吃這個 它這個超有... 它這個就是你點完之後啊 你就可以先去後面 買烏魚子跟烏魚鍵 然後吃完韓彩中跟魚丸套 你再回去拿 都還未必等得到你的那個 它生意太好了 大概要等多久 大概40分鐘跑不掉 我說真的 而且它的名字就很一般 就叫烤肉之家 他們絕對沒有分店 大家不要再被騙了 就只有那麼一家 可是目前吃到的東西 都是微甜耶 你還餵它 它嘴巴已經塞滿了 你還... 可是我跟妳說 妳真的要邊走 沒有 這是要邊走邊吃才好吃 你在那個時候你吃完了 幾乎肚子已經半飽之後 你再拿這一個 那我們特別優待你 你在康熙走來走去吃啊 那麼開心嗎 可以啊 可以啊 他在走 對... 你知道我都會跟劇團的一群朋友 隨便 你就走來走去啊 對啊 走啊 感覺不錯啦 謝謝 妮婦 一口感情比較會痠 這件是不是適合 邊走邊吃是不是 我跟你講 這隻很適合邊走邊吃 而且其實在那個時候 你會看到旁邊 是每個人都這樣嗎 幾乎每個人都這樣 而且你在旁邊就有很多玩的東西 所以烤肉之家就是說 你一拿到手上 就要趕快開心 你不要趕快烤肉 邵請推薦土搖雞腿 小惠斯好吃的表情 衝發燈 土搖雞腿 它專賣雞腿 然後它就是一小包一小包 用那種鋪箔包 把它包起來之後 然後放在那個搖裡面 直接在椰子這樣搖烤 一顆一顆完整的大蒜 對 它剛剛就是一打開 把它剪開之後吃那個雞腿 它還有雞汁 你試試看 如果是棉掉就很棒 如果是整個就棉掉了 好多汁的感覺喔 天啊 對 一整個算法 好好吃喔 Oh my God 所以太太本來不想嫁給你 是因為缺這個肉吃 她就嫁給你 真的 就因為 因為我會帶她去吃 高雄各地的美食 她就覺得你很懂是不是 對 她就覺得說 怎麼會有那麼便宜 你會看到十塊錢的Olan 通常在台北的話 你會看到十五塊或二十塊 十塊錢的Olan 對 就兩片圓的扁的那種 剛剛吃的那種 所以她就覺得你很懂得 吃到便宜的食物就嫁給你 便宜又好吃 你為什麼... 可是所有的高雄人 應該都找得到便宜又好吃的東西 對啊 對啊 Benny跟你太太 會結婚是我幫忙的啊 對啊 我教他們炒飯啊 在大直教他們炒飯 還有做雞啊 我們那時候兩個人 有跟柯老師學炒飯 我說怎麼在大直呢 對 真的是在大直啊 大直的一個地方 教他們炒飯 在哪裡 大直 因為我們兩個都很愛吃啊 剛好就有跟柯老師學 怎麼炒飯這樣 看你很想開航廠 我們不想要開 你現在這麼無力 不會...沒事... 剛好打住就還有做花雕劑 因為那時候阿編本來想說要 去美國去開餐廳 他們那時候兩個 剛在一起的時候 所以就找我幫他們 你說你本來不想做演藝圈喔 就結婚之後啦 本來有一段時間想說 就回美國去 然後就開一家餐廳 那時候想說在美國 那柯老師他願意 教你開餐廳的菜 因為柯老師是教我 怎麼做花雕雞啊 沒有 他那時候想開花雕雞 因為他姐姐在那邊做海產嘛 所以他說 所以你要免費 你教人家你的烹飪技術喔 無所謂啊 常教啊 你沒有跟他要股份嗎 你沒有跟他要股份嗎 沒有 所以這樣後來教會了嗎 他現在最厲害就煮花雕雞啊 真的喔 有一個平常很愛煮飯嘛 而且他炒飯 我跟你講 真的炒得很好吃 都生兩個了 老師教得好 我從起米開始教他 哪一種什麼調味料的炒飯 都可以 我從乾的到濕的全部教他 還有那個上面可以炒成黑的 黑芝麻的也有 如果在台灣開餐廳就太競爭了 對 尤其是... 因為如果說在台灣開餐廳 在高雄的話 其實火鍋類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比較難做起來吧 我覺得 到處都有火鍋 對 今天有火鍋耶 對 今天有火鍋 酸菜白肉鍋 你要怎麼Surf啊 我...馬上Surf啊 我先這個大鍋先盛啊 請問你可以一邊睡一邊介紹 裡面有些什麼東西嗎 沒問題啊 請問裡面有什麼東西 A 蝦子 B 豬肉 3...C... C... C... 酸菜 C酸菜 D 那個豆腐 都有吧 答對了 都有 沒有辦法 還有隔壁啊 我在看說到底要夾什麼菜嘛 你是覺得撈東西很難是不是 沒有... 其實那個湯頭是重點啦 湯可以多一點 我們沒有叫你弄成一朵花 你只是在撈東西出來而已啊 是 這個快好了 請問這是哪位明星推薦 有 這個是我去南部 第一次過年回娘家的時候 其媽帶我去吃的 然後我吃完就說 怎麼會有這種酸菜白肉 其媽媽是高雄人 對... 然後我吃到的時候就發現 這個怎麼這麼厲害 我就去問老闆 老闆說喔 他這個所有的酸菜 都是他自己醃製的 好好喝喔 所以它偏...有甜味嗎 有酸味 我最討厭吃到 那個酸菜白肉鍋裡面不酸 那個是假酸 有的是假酸 它這個酸就是最天然的 純正的那個 最天然的釀法 再給我一個豆腐好不好 豆腐啊 它的重點 可是有的女婿碰到岳母以後 胃口會不好嗎 沒有 我... 其實我還沒遇到我岳母的時候 就是電話裡面的時候 他其實對我很兇的 可是我一見到他的時候 我就發現高雄人就是有人情味 就是見面會三分情 他一坐下來呢 就幫我倒酒 然後說 來 喝啦 然後就開始喝 然後就開始吃這個 然後一下子... 氣氛就非常的好 對 好好喝喔 所以你們應該... 女生應該都吃很多火鍋店吧 而且其實女生很愛酸的 這家酸好吃 很好吃 而且重點是他有吃到 海鮮的體溫就好 我覺得它的油脂有被煮出來 所以其實那個油脂的那個油味 吃到在那個上面是香的 這真酸耶 它不是假酸對不對 對 因為你們覺得主打酸 卻不酸的店很可惡 真的 所以假酸是指那種 有的酸菜吃起來 就死掉的時候 或者是有些酸辣湯 後面就酸也不辣啊 它好像就是給你加那個 加醋的感覺 對 不是那種真的 那個發酵出來的那種酸 就這個吃下去旁邊會緊一下 鮮味器 對 它其實有點酸酸的 對 而且口水會一直分泌出來這樣 太正點了 我胃口都直開了 可以一直煮下去 對 一直煮會越來越鮮的那種 一般假的都會用那個醋精 醋精去強化那個酸 但是那個酸吃起來你會刺 叉叉 就是你舌頭會刺刺 所以黃鐙輝家店叫做... 他那個老闆叫賈哥 所以他叫老賈 其實高雄有很多以前就是眷村 眷村裡頭 好像現在還有一些 像我當兵也在高雄當兵 就現在高餐的旁邊那個地方 我們那時候 我那個年代還有老挖 我跟老挖學好多這種東西 然後每次跟著老挖去鳳山市場 去哪邊 就到處去吃那種就是... 就村子裡頭的菜 很多都很好吃... 是 這個...這邊有一個炒麵 扇魚麵啊 扇魚麵 扇魚麵是美味的 這家扇魚麵也很厲害 不是台南的特產嗎 對 但是高雄的這一家 這家扇魚麵 它是在光華夜市裡面 然後它的店名叫 輝哥扇魚麵 然後這一道 甘草扇魚麵 是沒有在菜單上面的 你在菜單上面看不到的 是為了你而做的嗎 沒有...只有熟客去 才會點這一道菜 厲害的地方是在於說 它是用甘草的方式 因為一般我們吃到 扇魚的意麵 就是可能就是會甘草 有點勾芡的那個感覺 對...但是它這個是 完全就是用甘草的 對 而且是意麵跟扇魚一起炒 但是我不曉得它那個意麵 是跟台南的意麵一樣 就是炸好的嗎 是 它是炸好的那種 所以它只用水可以放在裡面 對 所以麵的味道就很夠味 而且它麵好特別喔 它的麵因為炸過之後啊 再去炒 它其實很吸那個汁耶 少廷跟高雄的關係是... 我只是因為常常去出外景 然後每次下去都是去吃東西 所以就都是吃高雄好吃的 妳今天推薦的是... 我今天一個是甜的 一個是鹹的 我先講鹹的好了 鹹的它是一個那個 在夜市可以吃得到那種 土窯 雞腿 它專賣雞腿 然後它就是一小包... 用那種鋁箔包把它包起來之後 然後放在那個窯裡面 直接在夜市這樣窯烤 一顆一顆完整的大蒜 對 大家就是一打開把它剪開之後 吃那個雞腿 它還有雞汁 連那個蒜頭都可以直接吃 很綿 我覺得妳應該吃那個蒜頭 試試看 蒜頭如果是綿掉就很棒 如果是整個就綿掉了 而且好多汁的感覺喔 天啊 對 一整顆蒜頭 好好吃喔 Oh my God 趕快... 可是要是那麼多汁啊 蒜頭要吃喔 蒜頭飛到一個蒜頭 對 就整個綿掉吧 對 整個綿掉了 好好吃喔 你要沾它那個汁 因為它的沾它那個汁 有手機了啦 對 它膠質很多 所以它其實已經黏住了 對 你先丟兩顆蒜頭到嘴巴裡面 對 趕快 先丟 我很緊張喔 整個假的... 不會有一個雞肉 畫掉的感覺 這是什麼鹽的馬鈴薯的那種 趕快有雞肉 因為它就是用油去烤 好才可以那麼透 是 它就是整個那個火候剛剛好 小心滴出來了 所以妳怎麼發現呢 是因為節目介紹的 因為我們節目... 我們美食節目 其實是我跟謝忻要PK 這一間是謝忻的 所以妳那次... 妳那次應該輸掉了吧 對 我輸了剛剛那個... 因為這個太好吃了 真的喔 它在介紹的時候 我在旁邊猛吃 想說輸了也沒關係啦 因為真的太好吃了 真的很好吃耶 而且好特別 我沒有吃過這樣煮的這個 大家看到的時候就傻眼 它就有一個窯 放在那個夜市的路上 然後現烤 大家都在等 所以這個也是大排隊的貪腐喔 會排隊 一定排隊 而且盆子是什麼啊 這個乾脹鴨頭啊 乾過鴨頭 這鴨頭是乾燒的 然後放在不鏽鋼的鋼盆裡面 吃鴨頭非常重要的一點 因為它就是乾乾脆脆的 那你這感覺是 有一點要跟它 有一點會辣吃嗎 脆脆 脆脆 第一方來講 那嘴的部分就不吃 所以應該只是拿著吧 對... 先講 但是妳又要問問題了嗎 我要來問問題啦 這一題也是跟高雄有關的 妳是要說謝忻嗎 謝忻 沒有那麼容易被影響啦 請問高雄的機場在哪裡 A 香港 台南平 小港 C 林洋港 林洋港 答錯了 答錯了 答案不是啦 再給妳一次機會 香港 答錯了 又錯了 下次要加油啦 答案是 謝忻 當然不是嘛 答案是小港 高雄的機場在小港 大家要知道 這麼爛 大家要遺忘 這麼爛 我也知道妳看也... 也那麼久 謝謝妳 還猜兩次 所以阿Ben的兩道已經介紹過了 介紹過了 那邵提還有一道對不對 我的是甜的了 妳有胡椒餅嗎 那我們先問一下 那個鐵盆子是什麼 這個乾燥鴨頭啊 乾鍋鴨頭 另外有鴨頭 就火鍋嘛 一定有名字的吧 應該是有名字啦 但是就是說 它好像是配滷味的 沒有 它這一鍋是跟乾... 乾鍋鴨頭一起的 好強喔 好強喔 這一鍋那是跟乾鍋鴨頭在一起的 你說要倒進去是不是 對 它這邊是先乾吃 到底是乾鍋還是乾鍋 乾鍋啦 乾鍋啦 我們先吃乾的 然後再濕的是不是 是配在一起使用 所以鴨頭是乾燒的嗎 乾燒的 然後放在不鏽鋼的鋼盆裡 是不是 那一間...這間店啊 就是你有預約啊 你到現場還要再等 因為要錄 每天爆炸滿 很完整的一個鴨頭啦 真的是鴨頭耶 真的很完整啊 所以 潘姐 你要不要拿一份吃 好啊 我看看你怎麼... 教我們怎麼吃鴨頭 這吃鴨頭非常重要的一點啊 因為它就是乾乾脆脆的 那你這感覺是 有一點要跟它 有一點稍微辣吃 好啊 你拉... 拉 好脆喔 可以從嘴巴吃下去嗎 可以 它可以吃 你看得到的部位都可以吃 它整個可以消失在你的嘴巴裡 可以 你現在是講真的 你不會再鬧我們 必須要拒絕 你不要亂交觀眾嗎 不會亂交 我們是很專業的一個廚師啦 不會被卡到 不會 那牙口要好 這樣應該是從它的鴨腦... 鴨腦漿開始先吃啊 對啊 應該從點可以吃吧 腦漿 所以這個嘴的部分不一定要吃吧 嘴一般... 因為我不曉得它是乾燒嘛 對 一般來講 那個嘴的部分是不吃的 所以應該只是拿著吧 對... 拿著... 從那個腦漿那個地方先吃 你幹嘛亂吃啦 那我覺得滿香的 摳...你們聽到 有... 很硬喔 這個 所以我們還是從它的... 來吃的比較下飯 我們還是錯誤的示範 好 抱歉 你現在嘴巴很痛嗎 因為它真的稍微比較硬 好香喔 很香對不對 這也太香了吧 他願意拿上來對不對 忠心 你很會吃鴨腿嗎 我也還好 可是我其實很喜歡 小時候很喜歡吃雞裡頭的雞腦 怎麼樣 你是有問題要問是不是 剛好有耶 還有幾集啦 也跟高雄有關 請問一下 其實你這種問問題的方法 你就直接把問題後面接 標準答案就好 不用一逼 所以這樣問比較有趣味性啦 好 那不用... 好 麻煩你 好 請問一下 古名打狗川是高雄哪一條河流 1 珠寶河 2 愛河 3 無可奈河 請作答 小A是 無可奈河 計時10秒鐘 滴答... 好 愛河 愛河 愛河沒有錯 高雄 愛河以前叫做打狗川 OK 這個是讓大家知道一下小嘗試 不會 你還記得做那個... 王志和... 王志和他做臭豆腿 這個我跟他有稍微是要查一下 因為我們知道 你會不會回馬上 不問這個問題 我跟他來解釋一下這些事情 就王志和他在清朝的時候 他在做豆腐 那他從這個夏天做豆腐 做完豆腐之後呢 放...放到冬天啊 那豆腐已經炒掉了 炒掉之後他拿出來吃 發現很好吃 這就是臭豆腐的由來 臭豆腐又稱為什麼 玉清方 因為他是方形啦 其實他在吃他的玉清方 他從來沒有念過書 所以他偶爾念到一點書 他很興奮 為什麼他在吃 我帶你去拿出來吃毛豆腐 豆腐上面長八眉毛 長眉的毛 那是黃山的 那個很好吃了 不得了的好吃 玉清毛 所以除了... 旁邊還有一... 旁邊還有一片 是滷味吧 是滷味 這一間很厲害 它的那個蛋啊 你一定要吃 所以剛剛妳講這家丫頭有名字嗎 有 大宅門 大宅門 對嘛 是不是 對 好 然後這家是另外一家 對 這是... 它是一個在夜市的那個... 在夜市裡面 但是呢 它就是... 你先吃一口那個蛋 可是我好像吃豬血糕耶 好 可以 好 那是米血糕 我跟你講滷味先吃豬血糕就對了 豬血糕好不好吃 就代表這一鍋滷味好與不好 你一定要沾辣椒醬對不對 你可以不沾 你可以先吃原味 那你們知道豬血糕跟米血糕的 差別在哪裡嗎 比較好吃喔 是不是很香 對啊 很好吃 它是煙燻的 所以你吃下去... 你吃下去之後 它那個煙燻味會一直環到 在你的... 怎麼這麼煙燻啊 是不是很厲害 這口感真的是無與倫比啦 真的 我長成語耶 真的... 怎麼那麼沒有情緒的話 那你們知道豬血糕 跟米血糕的差別在哪裡嗎 事實上是兩種是一樣的東西啦 然後呢 有些人會混亂 後面埋藏了什麼笑話 完全沒有 怎麼樣 出乎你意料吧 後面完全沒有東西 不一樣吧 米血糕是一樣的啦 那為什麼要講米血糕 南北兩邊的說法不一樣 是 是因為台語跟國語的問題嗎 不是... 就南部腔 北部腔的問題 就是北部人就是說豬血糕 那南部人一般來講 咱們是米血糕 所以剛剛你吃到豆皮的話 你知道豆皮跟豆腐有關係嗎 當然知道啦 他們都是豆製品嘛 是王志和他所放的 當然他是做豆腐的啦 也是一樣啦 謝謝 不好意思啦 答應我 沒事... 所以接下來是甜點 是甜點的部分啦 芝麻山藥餅 它是上面芝麻那個鋪的量 就比一般你知道外面吃到的 這個芝麻餅奧的 這個到底算是台式還是外省的 不外省菜 這個是東北的吧 應該 但是一般的山藥餅 不是圓圓的那個紫色的山藥餅 人家在鐵板上煎的 它怎麼做得跟鍋餅一樣 這是鍋餅啊 對啊 這個應該叫鍋餅吧 沒有 它那個重點 是在它的麵皮 餅的餅餅 然後山藥在餡裡面 是那山藥餡在中間 它就是把枣泥鍋餅的 枣泥換成了山藥 對 枣泥鍋餅的樣子 而且老闆就說 特別選用山藥 是因為山藥它本身那個 健康價值比較高 而且它的甜度呢 沒有紅豆啊 或是地瓜 芋頭那麼甜 所以你岳母在高雄 吃東西的時候 去挑外省菜吃 她剛好是有一間這個 認識這個外省店的這個老闆 哪有帶我去吃 他這個芝麻真的沒在開玩笑耶 真的很難聽 芝麻的香氣很恐怖 這也是那位假老闆嗎 我認識啊 這也是老假嗎 他叫老假 我們都叫他老假 對 而且現在冷冷的還那麼好吃耶 它熱的會有多好吃 我覺得比... 嚇死人了耶 它這個比棗泥清淡 沒有那麼甜耶 另外一種香味 大概比棗的東西在裡面 它要揉那個麵皮的時候 應該油再多一點 因為現在太硬了 你有油在裡面的話 鍋餅就是要揉油裡面去 可是我們當零食吃這樣嚼 就覺得比較好吃 對啊 因為太油會不會太油 應該也是老闆比較講求 比較養身一點 對 比較講求健康 高雄人氣甜點美食 所以小意思幾乎好飽啊 還有一個甜點叫雪果子 雪果子 然後有三種口味 有味的 巧克力的跟藍莓 味太甜好好吃 對啊 就像海綿蛋糕裡面 加上奶油那些 這就好像在玩 超人氣 超人氣 而且很香 真的 只要不加水 所以還會這麼香 而且我不知道 好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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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甜點來自... 另外一個甜點來自 紹婷她所介紹的啦 你還想問問題 當然啦 真的 還有問題啦 胡鬧的嗎 不是胡鬧 這很認真的 OK 請問 富有這個教育的意義啦 好... 請問一下高雄中山大學 坐落於哪一個風... 坐落... 坐落... 高雄中山大學 坐落... 繼續坐落 高雄中山大學 坐落於哪一個風... 風... 好 哪些選項 A 納魯彎 B 脊椎側彎 C 睫毛彎 B 西子彎 請坐打 好 西子彎 我們可以吃東西 好 可以... 我們要不要先吃一下胡椒餅啦 好不好 胡椒餅 它有甜有鹹啊 它是混雜鹹跟甜耶 因為它那個土搖雞腿啊 它就是旁邊 對 也有在賣胡椒餅 一樣是搖頭 因為這個黃色看起來不就很... 所以是鹹的耶 它這是甜的... 你看這是肉的胡椒餅啊 這什麼 起司 奶油 還有奶酥 是不是 奶酥喔 是不是 講不出來對不對 有點像那個 是蓮蓉嗎 有一種麵包 有這種奶油 有一種麵包 你知道嗎 奶酥 卡斯達 不是... 那個麵包 古里姆... 古里姆 古里姆 古里姆就是卡斯達 是喔 你好冷靜喔 他知道你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你會看到卡斯達 那個肉的拿去吃嗎 可是那個甜的 熱的一定會很好吃 它的肉的胡椒餅很好吃喔 真的嗎 他給我 這個是哪一種 它的肉味道調得很香 是甜的 但古里姆加奶酥啦 甜的給我 我們猜對了 古里姆加奶酥 兩種啦 黑色甜的 胡椒餅是一個很難失敗的東西 是不是 胡椒餅喔 其實胡椒餅就是看你餡料 敢不敢放啦 胡椒餅其實滿簡單做 但是就是說 你那個調料很重要 還有白瘦皮 還有就是敢不敢 把那個蔥塞得越多越香 台北有很多好吃的胡椒餅 對...就是在烤完的時候 那個一咬那個熱湯 會噴到你的嘴很燙 那個是最好吃的時候 所以這一攤 就在剛剛那個大蒜雞腿旁邊 它是一起的 當然最強的 還是它的那個雞腿 還有什麼甜點嗎 麵皮的好吃 還有一個甜點叫雪果子啦 雪果子 雪果子 然後有三種口味 原味的 巧克力的跟藍莓 它這裡面是... 奶油嗎 它是原味的 算是奶油 這個是巧克力的 它現在... 因為現在是常溫 所以吃起來比較像奶油 它如果放冷凍的話 會像冰淇淋的 因為它不加一點水 所以很黏 很濃 甜不甜 味太甜 好好吃喔 真的嗎 因為蛋糕裡面加上奶油內餡 這家它在網路超人氣 怎麼控制得累 完全不會太甜耶 而且很香 這藍莓的 你要不要吃藍莓的 哪裡有藍莓的 你要跟中心推薦哪一種 我覺得原味很好吃 哪裡有藍莓 你不要問 中心玲 我覺得巧克力的很好吃 巧克力嗎 藍莓今天剛剛好沒有 它原味...我最愛它的原味 原味很好吃 原味很香 它用料很實在 它是全部都手工的 然後過程中 它就是真材實在 它不加水 對 所以才會這麼香 而且網上好薄啊 我可以一個一個嗎 可以喔 它的奶油好像喔 而且它就是很溫柔很細緻的 那種感覺 而且它的奶油會想到 小時候的奶油 小時候海綿蛋糕 對 巧克力也是小時候的味道 對 我還吃巧克力 這早餐店賣的那種海綿蛋糕 我好想回去喔 不想上來 好...沒有 因為這家 你在網路上等都要等很久 所以今天他們願意帶來 我超開心 我好久沒吃到 要不然可以寄來是不是 它是可以網購 網購最久會等多久啊 好像要一個月喔 一個月喔 差不多 因為高雄很多食物 第一個好吃以外 就是說高雄人很大氣 你在台北可能要100塊的東西 在高雄可能30 50塊就解決 而且又特別大碗 而且高雄很快 我曾經吃過一個最大的火鍋 是在高雄 它就是像我們小時候 泡的那種泡澡的那種鋼盆喔 它直接就那種... 小時候... 比如小時候都會那種 不是 現在都是塑膠的對不對 洗碗的 它是以前是鋼的那個 鋁桶... 然後它會蹲在地上 要來洗那些什麼 對...或者是拿一個砧板 這樣滷的那種 什麼砧板 洗衣板 洗衣板 反正他就是在高雄 然後他就想扇頭火鍋 想說到底有多好吃 為什麼那麼多人瘋狂 然後就是一個瓦斯爐 然後上面就拿一個那個 很大很大的洗衣的那個盆子 放上去之後 想說這什麼東西 然後所有東西開始亂到... 我看超好吃的 搞不好人家是盆菜耶 很貴的 對 就是盆菜 它是散頭火鍋 然後我就發現 因為他們很敢用料 他們那個扁魚啊 用很多 所以整個那個火鍋就很好吃 所以我今天最後的特權 讓給妳好了 今天整個晚上吃下 妳最喜歡哪一道 我可能選那個耶 我會選... 我會選白肉鍋 我會選酸菜白肉鍋 內行... S呢 喜歡哪一個 我喜歡那個蒜頭雞腿 骨窯雞腿啦 我喜歡那個海膽炒飯 那也好好吃啊 很成功的推薦啊 所以我們下次再帶更多高雄美食 來推薦給大家好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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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